现代社会奉行即食即戏文化 持守一生一世的盟约 看起上来是天荒夜谈 很多人都认为天主教婚姻观 过于保守又过时 但是今时今日依然有青年男女 要求在教会里面缔结婚约 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许乐 是否一种负担呢 对我们来说 我想这一样不会是一个很重担 反而是一个警惕 你会更加珍惜和 更加重视大家互相许的承诺 应该不会因为当意见不合的时候 或者磨合 有些事要磨合的时候 不会因为这些东西去觉得 影响到我们的感情 因为婚姻的姓氏 那些精神会提醒我们 我如今正重承认你作我的妻子 在宣誓之前是有提过 因为我们这次两个教友 所以是一件婚姻的感恩制 到现在这一刻大家宣誓 在教会教友家人朋友 就变成一个婚姻 去巩固我们的爱情 我觉得这个步骤是感动到我的 因为展示到天主一直在爱我们 尤其是在我们的爱情路上 到婚姻这件事 其实他是很照顾我们的 最后有一篇很触用到我们的 其中有一句就是 不是我们选择大家 而是天主一早已经选择了我们 我们不觉得这份是束缚 反而觉得这份是恩宠 因为我们之所以在天主教体 婚姻的爱 我们之所以能爱 正是因为天主爱了我们 圣神赐予给我们这份爱的能力 我们能够去实践这份爱 但当然当中不是说一定没有困难 但是这些困难对我们来说 都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我们学习怎样去爱 Nathalie和阿森参加了教会 婚前培育课程 出乎他们所料 课程所学的令他们非常受用 我们愿意遇到意见分歧的时候 会一起商量解决 天主教的婚姻观就告诉我们 除了是一生一世之外 两个人之外 其实是一个三文海誓 无论环境顺益 两个人都要一起去面对 加上我一出世已经是信了天主教 所以就算妈妈我的父母 一直以来都有将一个观念 都是带给我的 都是这样培养我 所以我一直都有一个婚姻观 而我未婚夫也是一样 可能有些男士都不喜欢这么早结婚 其实她真的带我一年 都是二十多岁 但是她又觉得是时候 既然都找对了一个 为什么还要等这么多年才拍拖 找对结 Natalie认为阿森比起同年龄的人 思想较成熟 而阿森就欣赏 Natalie的家庭教养 亦都认同她的信仰价值 两个人认真计划未来的婚姻路 准备委身承诺 互托终身 我觉得有天主教这个信仰 心是会定一点的 都多谢她 其实都开心因为有这个信仰 还有她的家人 现代人对于结婚来说 可能是一纸分书 但正正因为在精神层面上 或者在一些原则上 一些信仰 一些观念上 去坚守着 或者去矫正我们的想法 就是因为这件事 才能维细到婚姻 之后每天那份大家的祈祷 灵修生活 感恩圣祭 这份信仰生活 如果两个月一旦都是教友 当然会好很多 会满全很多 就算是一个是一个不是 我都会见到 不是那个 都会去陪伴另外一位 去参与离撒 林哉 慢慢慢慢她都投入到 甚至都会学到你 这些是一种影响力 包容 体量 正义 良知 进取 灵活 面空 乐于在人 慷慨 求持爱的主降福你们 在无穷无尽 顺结无下的爱的盟约中 将你们的心灵结合在一起 圆光荣归于你 万有的根源 永恒的声言和声声 阿们 都想将我们自己本身有 觉得是好的价值观 延伸到我们下一个家庭 和下一代 首先我觉得要准备 就是大家双方的心态 和要谈一下结婚之后的事 首先是想怎样 因为如果那个方向 不是很一致 就是很极端的话 其实都很难去继续谈其他事 就是婚礼 只是那一天的事 我觉得 之后日子才是再长远一点 我们会比较焦点 在之后的那条路怎么走 虽然Jacky还没领洗 但他们两个人 已经参加了三种婚前培育课程 Charity和Jacky都认为 天主教会的婚姻观 培育课程 对普罗大众 都是有好处的 没有人会想自己的婚姻美满 你结婚那刻不会想 第二天就离婚 我觉得一定有帮助 因为我和他都相处了五年 我们都是经过这两个课程 去了解多了大家 可能让更多人认识这些课程 可能对离婚数字会有帮助 在他的舞蹈阶段中 我能陪他多少就一起去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温集 看回所有的教理和圣经的故事 所以我都觉得 除了他听之余 我也是再听 因为圣事的意思是有形的东西 比无形的恩寵 婚姻是最明显的 这两个如此有形的人 天主最深的祝福 力量推动 天主都比 但很多时大家只是很紧张 婚姻的时刻 那个婚礼 忘记了婚姻的祝福 因为婚姻的关系 是和其他我们 承圣的方式的途径 是有很大的分别 因为在亲密关系里面 是最能够为我看上 是表达整个人的 很完整的一个真实 所以婚姻的路是很美 但很难 你要两个人 不同的人 特别两个有 一些缺点的人一起 去慢慢走向一个 完美的婚姻路 这是她的使命 这是婚姻的使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